夜市吧 好吃的米雪糕瓜包 天津年貨大街人山人海 但逛街民眾不滿年貨 反而大客美食 眼望過去章魚燒串燒 糖葫蘆香氣四溢 或是彈珠台套全全糖味 聚集大批人潮 最近現代人已經沒有在 煮年夜飯的關係 現在的感覺就像 真的就像逛夜市 跟一般的晚上的夜市 賣的商品差不多 去年也滿像在逛夜市的 沒有像以前看到的 那個照片一樣 是賣很多乾貨 年貨大街變成夜市形態 剖析天津路年貨大街 左右兩邊齊樓 以服飾店面為主 前面檀位 左邊乾貨 魷魚丝居多 右邊則是遊戲攤 中間棚架為年貨搭 但大多是小吃攤 甚至賣起毛海衣服 美食占七成 年貨僅三成 現在的人就是說簡單話 來這邊消費的人 買年貨東西也比較少 堅果的啦 糖果餅乾 魷魚丝這種東西 現在就變得比較少了 另外南投草屯年貨街 峰路開賣 名額造成風向 中千率只有36% 因為租金只要七八百元 外地業者 學生服都來搶位 目前是學生 就大三生 主要是過年又 寒假有時間回來 剛好有認識的有貨 然後可以來這裡 體驗一下生活 順便賺一點生活費 就是我本身是學生 就是剛大一擺攤 然後賺一點點費用錢 租金低百攤門檻降低 讓不少本身不是攤販 出身的民眾 來試試水溫賺零用金 不過統計起來 依然賣小吃熟食 比較受歡迎 也反映民眾 如新光年貨的形態 已改變